传說對決2019AWC世界賽將於6月底在越南正式拉開序幕 本次參賽的隊伍來自9個地區,一共有12隊 除了可以看到各賽區的精彩絕倫操作之外 為了可以讓大家更快的了解AWC各地區的實力 我們現在來做一些各隊的簡單介紹 這集第一隊要介紹的是印度尼西亞 印尼代表隊為EVERSE 曾經參加過許多國際賽事 如2017年的TOG、2017年的AIC以及2018年的AWC 他們優異的表現不只如此 今年甚至在2019ESL Class of Nations的國際賽中 以地主國之資3比2的成績擊敗強敵泰國 拿下冠軍 缺席了2018AIC世界賽後 EVERSE 逐漸從他們熟悉的陣型中找回了屬於印尼 屬有的破壞力 印尼代表隊的成員包含了 凱撒路的YFORCE 以及打野的WIRA 中路的MITIER 網絡輸出的HANS 以及網絡輸出的POKA 之前的隊伍主要靠著打野的選手WIRA 作為攻擊箭頭而文明 過度的依靠單一的選手是他們的劣勢 不過在最近的比賽當中 隊伍的戰術有很大的改進 EVERSE 最令人畏懼的仍然是WIRA 以及HANS的雙人組合 他們是戰隊創立以來一直為隊伍效力 那WIRA是出神陸化的操作讓他在隊伍中一直擔任主要的TERRY角色 他最喜歡使用可以快狠轉暗殺敵人的英雄 像是奎倫、納克羅斯或是莫拉等等 那WIRA敢衝的遊戲風格 非常適合在遊戲早期取得優勢之後 順利滾起雪球贏得勝利 但是如果在GANK敵人的判斷上錯誤的話 就很容易讓隊伍陷入逆風當中 HANS也擁有龐大的角色池 他可以視隊伍當前的戰術 隨時跟凱撒路的隊友配合換線 當他走龐龍路的時候 他喜歡選擇可以快速推線跟高攻擊力的角色 而當他走到凱撒路的時候 則會優先選擇坦克型的角色 第二支要介紹的隊伍是來自馬來西亞的代表隊M.A.HESA M.A.HESA戰隊來自馬來西亞 他們也曾經在今年參加2019ESL Class of Nations的國際賽 不過表現上僅差強人意 他們在馬來西亞AWC的選拔賽中 以4比3的成績擊敗對手 成功代表馬來西亞 參加本次2019AWC的世界賽 馬來西亞的隊員總共包含了 凱撒路的Seven 打野的Kato 以及中路的Rio 魔龍輸出Kate 以及魔龍輔助Rae M.A.HESA雖然在國際比賽中 表現並不出色 但是其中的輔助選手Rae 曾經在2018年的GCS春季聯賽中 為Seven效力 Rae喜歡一些凡人的輔助英雄 像是夸克、迪米還有蘭 擁有這位來自最強賽區之一 GCS的輔助選手 馬來西亞即將讓世界看到他們的蛻變 在2019的AWC世界賽 將於6月27號越南開戰 請大家務必準時收看 並支持代表GCS的兩支隊伍 我們下一次AWC戰隊介紹系列影片再見囉